2023新竹市端午節龍舟競賽 將在6月22號在南寮舊港盛大登場 6月18號將率先舉行龍舟預賽 共計會有63支隊伍角逐冠軍寶座 為了祈求一切順利 新竹市政府也在賽前遵循鼓勵進行祈福 龍舟點睛等儀式 為活動做好萬全準備 我們睽違了三年新竹市這一次呢 我們的龍舟競賽呢 終於可以重新來盛大開幕 那今天進行的是我們的龍舟點睛 還有進港的儀式 那也看到我們這一次呢 總共有63隊的隊伍 來報名參加我們的龍舟競賽 那這一次我們的龍舟競賽呢 預計是在6月18號舉辦預賽 在6月22號的時候進行決賽 那我們在南寮域港附近呢 我們也會相對的搭配許多的親子的活動 包含讓我們許多的家長可以帶著小朋友來體驗 一些3D列印啦 或者是像我們的包粽子啊等等的活動 也會配合我們的龍舟競賽 在周邊來盛大舉行展開 今年的龍舟競賽精彩可齊 除了傳統禁旅 新竹市消防局和警察局來勢洶洶外 還有清華大學 陽明交大 新竹市家長聯合會等教育領域 及在地部落客等隊伍一決高下 那這63隊裡面呢 包含了我們的公家機關 包含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消防局警察局 那以及我們的教育相關領域的團體 有許多的學校 還有我們的家長團體呢 大家都有報名來參加 那以及我們這次也有外國學生的地球村組 或者是說我們最吸睛的可能是我們有健身 拳擊的教練 猛男隊也來參加 那以及我們科學園區有許多的足科的工程師 這一次也都報名喔 在這個辦公室內可能會上演同事死殺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的新竹市的這個龍舟競賽呢 過去喔一直都是我們的消防局跟警察局同仁喔 兩隊非常激烈的競爭這個冠亞軍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其實在先前呢 也看到許多消防局跟警察局同仁 大家互相競爭的一些趣聞 包含像是消防局的訓練的這個設備呢 不讓警察局來外界等等很有趣 那互相會有一些叫囂嗆聲 讓我們這一次的新竹市的龍舟賽 也增添了許多的趣味 6月22號決賽日當天 除了精彩刺激的龍舟競賽外 更安排多元的表演和手作體驗等活動 相關報名資訊 民眾可以到新竹市城市行銷處官網及臉書專頁查詢 歡迎親子踴躍參加共創美好回憶 記者簡舒淇新竹採訪報導